那你平时生活中是不是经常遇到腰酸背痛的情景 比如说早上起来突然发现自己落枕了 或者是腰移用力别住了 又或者是前一天剧烈运动完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根本动都动不了 假如我跟你说 一把筋膜枪可以缓解以上的症状 那你肯定觉得这边又开始打广告了 因为你现在去搜索筋膜 好像大部分的结果都是拔草或者是治伤税 但是作为一个积攒了很多年伤病还有体态问题的人 我可以跟你讲 这些年筋膜枪对于我的身体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玩意儿它不光是有用的 而且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平时的一个习惯之一 本期视频是没有广告的 所有的产品都是我自己买的 这期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有些普通人也需要用到筋膜枪 以及怎么用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那首先其实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产品前几年这么不受待见 因为拔草视频可以做得更加情绪化 这样流量更高对吧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厂商的宣传 筋膜枪当年被严重夸大的功效 还说什么可以减肥减脂 那你怎么不说还能去皱人 其次它的使用方法有一定危险性 厂家也只字不提 这些点加在一起 我发现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打假上面 而忽略了这个产品的本质 其实它就是一把不防水的按摩枪 它的英文名字叫massage gun 其实这个翻译反倒是更加准确的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可以消除很多的误解 比如说按摩可以减肥吧 显然是不行 还有就是你按摩的时候 会让人去按你的脖子或者脊椎吗 也不会啊 所以说筋膜枪它本身 其实跟筋膜没有太大关系 它其实就是一种肌肉放松手段 我从前年就已经开始在推荐 像筋膜球或者筋膜棒的产品 放松肌肉对于普通人的好处 其实可能超过你的想象 因为你平时生活中很多的肌肉酸痛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肌肉静暖 比如说腰疼 它其实根本就不是腰带疼 而是你臀部上侧的肌肉紧张 还有像是烙枕 其实就是你斜方肌 还有那个胸锁乳突肌 它静完了 除此之外 你身上很多体态问题 也是肌肉紧张造成的 不幸的话 你可以去按压一下 你现在疼痛的肌肉 或者是跟你体态相关的那块肌肉 一摁下去 你就会感觉到它很僵硬 而且揉搓起来 会有嘎吱嘎吱的感觉 如果说搓枣 搓的是老皮 这个就是你的老肉 当然你也可以去外面找理疗师 或者开着凯迪拉克 去缓解这个问题 但通常都是需要你花费 不少的金钱还有时间 这就是筋膜枪擅长 不需要你出门 就有个快速大力 不知疲倦的按摩室 可以放松肌肉 当然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用的时候 背部是够不到的 我实际用下来 除了你这样擦背 碰到了肌肉之外 大部分你手臂参与运动的背肌 都是可以放松的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帮助缓解脑伤 说下我自己的使用体验 我肩膀有多年的老伤 这也造成了我肩部整体的结构不稳定 最后导致了我打球时候 有了网球肘 这些人坚持使用筋膜枪之后 我发现自己的圆肩 有了非常大的好准 很少再出现肩膀痛 如果打完球发现肘部不适 我就用它去放松我背肌 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持续打球了 网球就没有再复发过 所以我觉得筋膜枪 对于普通人最大的意义 它其实不是缓解疼痛 而是预防 它可以让你肌肉平时积攒的疲劳 得到及时放松 坚持使用就可以避免它积攒成脑伤 或者是体态问题 我这期视频主要讲的是 筋膜枪它适合用的场景 具体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还有选购建议 大家可以去看这两个视频 我也把链接放在了简介当中 所以说如果你也是常年 受肌肉酸痛 体态问题的困扰 或者是运动了这么多年 完事儿之后从来不拉伸的人 我是建议你试一下筋膜枪 当然这玩意儿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平时还要结合一定的锻炼 去加强相应肌肉的力量 还有稳定性 这个才是治本的方法 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大家消除一些物件 也可以缓解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OK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觉得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三连支持一下 或者是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